警局外頭大排長龍裡面的中庭 架起帳篷 將近一千兩百位警察同仁 分批來到這裡進行第二次PCR 就是為了要斬斷警局傳播鏈 4號再新增兩名相關確診者 目前其實都已經在收斂當中 我們預計在明天清晨六點之前 所有的篩檢的結果都會出入 而工地相關增加8例 物流鏈加3 防重相關增加1例 另外還有一間教會出現3例確診 而在校園內又有血統染疫 基隆市建德國小這邊 曾經有確診者來到這裡參加運動會 也疑似就是因為這樣 現在有學生染疫 是基隆市第七所有確診者的學校 那也讓人擔心 會不會又為疫情增添變數 不只建德國小 4號重幼影異科大 也在新增一位確診者同班同學染疫 確診的師生 總共有21人 其中學生20人 教職員工1人 為了防止社區中有感染黑數 基隆市府將要推行全民防疫 愛心篩檢 從4月5號到9號連續5天 鎖定4大族群 18歲以上的民眾 預計要發放七萬多劑 佔整體發放量的百分之五十四點四九 另外還有易擴散難掌握的族群 維持關鍵基礎設施人員 最後是基層診所有六千多劑 佔發放量的百分之五點一三 總計會發放十三萬零七百五十劑 佔基隆市民總人數百分之三十六 愛心篩檢還是以資源為主 呼籲民眾要多多配合 市長林佑昌從3月25號開始居家隔離 第三次PCR裁檢陰性 接下來將會展開七天的 自主健康管理和市民一起防疫 華視新聞李奇廳 沈立榮 基東報導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 拜拜